我看第四題 第四題是考試常常考的 為什麼呢 因為你要懂得把它做轉換 什麼意思 看這邊 第一個題目怎麼說 他說 10的0.6776 6776次方等於4.76 你第一個題目怎麼說你知道嗎 先取LOG 看不看懂 你取LOG取LOG 所以變成LOG 4.76 LOG4.76 可能就是這邊 然後這邊也要取LOG 就變成了0.6776 所以他這邊講這句話 其實說穿了就告訴你說 LOG4.76就是0.776的意思 會啦 0.6776的意思 可以 這邊也是一樣的狀況 取LOG 所以你可以知道說 LOG4.77 會點多少 就等於2.6785 可是呢 在這邊卡住轉換 為什麼呢 因為你把這個2消掉 所以變成了 它其實是多少 這個4.77是等於多少 4.77 乘以100吧 100不是等於LOG2嗎 LOG10的248 對就等於2 它等於多少 變成2 加上LOG4.77 等於2.6785 所以我可以知道的 LOG4.77是多少 等於0.6785 好 所以關鍵就是這兩句話 會啦 那題目說呢 10的X4等於4766 然後問X 它就很簡單吧 把那個11過去就好 所以X多少X 它等於LOG多少 LOG47668 你要解決就是這個問題 聽懂嗎 好 那請問你 LOG4766怎麼算 你只知道這兩件事情而已 很明顯的 4.76跟4.77 是靠借於這兩個之間 誒 對不起 4766這邊有沒有這個數字啊 它可以借於4.76跟4.77之間 但前提是什麼 你要把它改成什麼東西啊 變成了4.766乘上10的三次方 看懂嗎 所以它變成了3加上LOG 4.766 所以你要解這個數字 啊接下來怎麼辦 就是用你們那個3之4 誒3之4的方法對不對 查表 對吧 好 查表咧 等於裡面的內差法 就算算出完 所以就可以算了 來吧 就變成了4.77 減掉4.76 有沒有 4.76分之 LOG4.77 減掉LOG4.76 等於 4.766 減掉4.76 分之 這就是你要的那個 X 減掉LOG 4.76 然後接下來你把 4.77 4.76 沒有 但這個數字進去算就算出來了 會啦 所以能歪 X的方案解出來一下 X答多少 X 呃 X的答案是 0.6781 3 所以答案是 3 答案就變成 3加上他 就等於3.6781 所以X就等他 然後他問計事實 要你找到小數到第三位 所以就 第四位45度 所以答案解出來 答案大概是 3.678 這是你的答案 看懂嗎 無論如何 無論如何